你们讲,正式敬拜系列最后一个系列完了 下个星期开始,我会跟你们讲路德纪 你们牧师,路德纪在那里,请我们去翻圣经一下好不好 路德纪在就业好不好 The book of Ruth 我觉得路德纪是应该学习的一个部分,我鼓励你 虽然我下个星期才讲,你可以回去读路德纪,知道一些背景 要不然我跟你comicate的时候,你comicate不到 我讲的福建,我讲的华语,你以为是gray now 因为你没有那个背景,能够读一下,因为路德纪很短了 只有四章而已,我可能分四次来讲 用路德纪系列来讲四次 我相信在里面能学到很多的奥妙和很精彩的,关于人的 尤其是在这个时刻,我们经济不静气啊,工作不顺利啊 种种会给我们一些情势 我相信路德纪是一个丰富的产业,让我们去熟悉的 路德纪在那里,路德纪在创世纪之后 过度初爱的纪,立位纪,民宿纪,生命纪,耶稣亚纪,世诗纪就到了 坎牧师都背得很滚过来,不是因为我做牧师才背的 不是因为这是我的工作,我从小就背圣经那个目录,背得很熟了 所以我就知道哪里在哪里,就是在就业的前,基本上 生命纪,耶稣亚纪,世诗纪就是到了路德纪 请你去读纳斯扎而已,知道那些背景之后 当我讲到的时候,你就大概明白了 回到这里,我们要讲敬拜神的道路 下集,还没分享先跟你讲个笑话 有个两个小男生,就到阿公阿嬷的家去过夜宠住 然后在上床前,他们就跪下祷告 小弟弟就大声地祷告说 神啊,请给我一辆新的脚踏车 请给我一台新的游戏机 请给我一台Buray的DVD放影机 哥哥就问他说,干嘛你这么大声 上帝不是的耳聋 小弟弟说,我知道 可是奶奶,耳朵不好 看到了? 所以,神里面,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往往祷告 这小孩子,这小弟弟在祷告对吗? 世界祷告没错,可是用的是什么? 自己的方法 你用的是什么? 自己的道路 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是 我们是祷告叫错神的 可是我们,咦? 咦? 咦? 所以,到最后我们鼓起法力 我才可以回咯 因为我们用自己的方法嘛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 敬拜神的道路 我们回顾一下好不好? 回顾一下啊 OK,我们一起来读 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我这个是很简单的经文 我希望你们背起来 每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跟主,祷告说 主啊,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 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 虽然我不明白这个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发生 但是,我知道你仍然没有离开你的房庄 你仍然在,在掌权 你就很安心的 知道的方便能够带领你 阿们 我们继续看下去 OK,我们再回顾说 什么是神的道路? 神的道路就是神所定规要做的事 神在我们身上所选选的路 不是你选的哦 那就是神的道路 神自己有祂自己的定规 没有人能替神选选祂自己的路 神喜欢对待这个人这样 喜欢对待那个人那样 神乐意这样做 神乐意那样做 这就是神的道路 不是你选的 是神为我们安排的 即使兄姊妹你学到顺服完全的人 完全的降服的时候 你就能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道路 就彰显了 你就活在神 这几天呢 我听了很多信息 就是那些牧师 那个牧师讲的很多信息 唯一样东西很 让我很深刻的 我愿意跟你分享 我做一个 summary 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里面说 兄弟姐 弟兄啊 他说弟兄们啊 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 把自己献上当个国际 要知道上帝存全良善 所以美好存全 美好良善存全的之意 我这个是用用中文啊 你去看一下 我知道英文是讲说 good permissive perfect real of God good permissive perfect real of God you see 很多人啊 在那些生命当中呢 他们是活在上帝 good real of God 好的 好的 然后第二呢 permissive real of God 上帝 准许他 但是不是上帝要给他的 最后一个 perfect real of God 完全是上帝给他的道路 你说 为什么我过那么辛苦 为什么我遇到那么多的问题 还是怎么种种 很多时候你要问 are you in the perfect way of God 你是在上帝完全的自己里面吗 有些上帝太爱你 因为他知道你任性 你不听他的话 你愿意走偏行基督的时候 上帝让你活在他批准的自己里面 permissive real of God 所以呢 当你还没有活到完全的自己里面的时候 你还是要面对的 因为上帝不会跟你吵架 也不会打架 因为上帝给你的自由意志 你可以选择 所以必须要了解 我们每一段时间 直到我们完全的顺服神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 我们才会追求说 主啊 什么旨意我都不要 我要的就是 那个你给我的旨意 那个perfect will 因为perfect will 你就有一个perfect line 完美的完善的生活 OK 我们大概在哪一点时间 我们讲到 蒙神 监察苦情 而敬拜 我们讲到以色列 百姓在受苦 艰难 被人压制 被人的埃及 埃及 埃及 百姓压制 埃及在属灵的定义里面 讲什么 讲世界 这个世界的手段 这个世界魔鬼的手段 来压制 来困苦 然后以色列在埃及里面 受苦受难的四百三十年 然后他们一天 摩西 上帝卷选了摩西 叫他去跟以色列百姓说 说我已经看到监察的原文 就是看到你们的苦情 我感谢神 我当读了这句话的时候 我眼睛特别亮眼 特别感动 上帝用眼睛看 很多人讲 蒙安台啊 蒙安台啊 上帝有眼睛看 上帝监察我们的苦情 看见我们的苦情 但是 上帝看见我们的苦情 可是 他有他的time table 四百三十年 圣经讲四百三十年 所以你说 你现在遇到的问题 哎哟 我call 我一call 为什么那么久 其实 每一个人都有time frame ok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 因上帝的表态 而敬拜 摩西在西乃山上 跟上帝说话 上帝用手指写了十戒 在那个石头 石板上 以前英文叫tables 我说我量四千年前 摩西已经用tables了 我们还这样的老白 所以他们有写在两个tables上面 然后他们就拿下来 拿下来之后 摩西看到 哇 那些以色列百姓真的很模样家 为什么他们 照用金 用所有的金银珠宝 融合了做一只金银银来敬拜 哇 是上帝也活把他们领出来 可是他们去拜别的东西 来取代上帝 哇 我喜欢摩西 摩西 爱神到一个程度 上帝 为上帝 伏目到一个程度 把最 最新的tables 最新version的tables 这两个失败 定在地上 代表说你们已经毁了神的律法了 你们毁了神的世界了 所以 之前他们有一个石板是上帝亲手写的 因为摩西生气把他丢掉他们 最后再做过另外一个用紙 人手做的 放在那个 那个赐神所里面 然后我们也讲到 因神所赐的孩子而敬拜 讲到哈娜 还记得吗 哈娜是一个苦情的女人 啊 结婚很久不能生 生育 在四千年前不能生育的女孩 人家说你是衰 你是有诅咒 你应该上帝不喜欢你 你应该有 因为 所以不能生育 人家看不起你 但是他祷告祷告之后 如果是上帝也没有听他 知道他愿意 塞浪 破一破 自知实弊而后生 他说如果你给我孩子上帝 我把我的孩子奉献给你 然后真 活不起来 那一年的祷告 第二年 啊 这个哈娜就生出了一个孩子 叫撒摩 撒摩 撒摩是上帝 选定在他的生命当中 有一个奇妙的作为 他是第一个先知 他也是第一个先知 恩高君王 因为他也 最后一个失事 所以他是 他是一个 以色列人关键的人物 撒摩和尔一辈子 在圣殿里面服侍神 没有离开 正如他妈妈的怨 许的怨 到老他才死掉 都死在圣殿里面 然后上帝没有 因为这么样 拿掉他儿子 他没有了 圣经讲 最后 我不是很清楚了 你可以去读圣经 上帝除了 当他献上给撒摩之后呢 他拿接下来 又生了很多孩子 不知道几个儿子和几个女儿 如果没有计划 是有三个儿子 两个女儿 我不是很肯定的 你要我去读啊 我忘记了 OK 所以我们看到上帝 是不会欠我们的 当然我们天地献上 上帝 双倍 甚至多倍的还给我们 Amen 今天我们来看 接下来有几个 他来讲 我再读这个经文 一下好不好 大伟见臣浦 彼子一真说过 就知道孩子死了 问臣浦说 孩子死了吗 他们说死了 大伟就从地上起来 沐浴墨高 换了衣裳 进耶华的殿 敬拜 然后回宫 婚妇人摆盘 他见死了 Amen 我们来做个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 赞美你今天早上 我们能够来领受你的话语 来听这个天的道 说敬拜神的大路 主啊这是最高的敬拜 主啊当初我们 我们不只是在这个一个小时 半个小时的敬拜 用我们生命的生活来敬拜你 在所遇遭遇的任何一切事情上 不管是好的坏的 我们都能够敬拜你说 主啊这是你的道路 我故意是要来敬拜 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 常常现上最高敬拜的 从这个经文里面 接下来的经文里面 来教导 来学习 让我们来学习如何来敬拜 感谢赞美你都值得祷告 封耶稣的名 大家 Amen 我们看到大伟 大伟这个经文是讲到什么呢 我给你一些背景 大伟当他当上王的时候呢 他就很不断的向室外扩张 一起打战和打圣战 打到很易戏 很轻松的去赢了 每一场战都打赢战 所以他已经开始懒惰 也不要出去打战 以为他的军队出去打战 他有总共 圣经讲他总共有四百个壮士 在前线为他 为他准备这些的战事和所有的东西 所以他是在家 在皇宫里面休息 圣经讲在下午中午 在很晚的时候 他才睡醒 人呢不可以太得空 太得空就容易犯罪 太得空就容易得罪了人 圣经讲他有一天 过了中午 很晚的中午之后 他在皇宫里面走出来 从他警示走出来去看看百姓 以前的屋子啊 耶稣的屋子是阶梯的 王宫是最高的 所以他们现在看到人啊百姓的屋子 然后呢 百姓的冲凉房子 建在屋子的最高处 这个是那个牧师跟我讲才知道的 所以呢 大卫有一天 大卫有一天 站在他的王宫出来 那个寝室走出来 那个露台 看到 有一个女人叫 八十八 很漂亮的女人 在那边冲凉 据说 这是 圣经记载的 第一个最初的 色情的画面 他看到女人冲凉 侧身后体冲凉 他就喜欢 动了情侣 然后他是王帝嘛 他可以为所欲为 可以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 就把这个女孩子叫过来 跟他同睡 同睡了之后呢 这个女孩子就怀了孕 王帝 跟别人的太太 这个女人已经借了婚 王帝 皇上跟别人的太太睡觉 现在又怀了孕 怕东窗事发 然后做什么呢 就用手段 他的丈夫 这个女孩子 八十八的丈夫 叫做乌利亚 然后他乌利亚是 大伟的其中一个将领 很厉害打仗的 然后他就派前线叫乌利亚回来 然后好好管他 让他吃饭 然后就叫他回去睡觉 就跟 希望他回去 回去见他老婆 希望他跟他老婆睡了之后 孩子不是我的 你看 不是现在的人 还有这么 有这么诡计多段 在两千三千年前 也是这么奸诈而诡计多段 他就派乌利亚回来 希望说吃了饭 然后你回去好好去跟 你老婆睡觉吧 跟老婆一起吧 然后就不会说 如果这个孩子 不知一天一天大 就不会说这是我干的 以前被有 ENA 为 地血认金这样自己 你看待会做 这么晒的事情 真的是很糟糕 结果乌利亚说 哎呀干嘛 王帝对我那么好 又缓带我吃饭了 我还敢 还敢想回去见老婆 就马上就去战场 没有办法 大卫的计没有得逞 他结果怎么样呢 既然 敬酒不吃 吃罚酒 不要他回来 跟他老婆睡觉 不要喔 好 我就派他去 一位危险的战场那边打战 大卫叫下命令 叫乌利亚去最危险的阵地去打战 当乌利亚带着兵士去打战的时候呢 他命令 他已经暗中下命令说 当他遇到敌人的时候 所有人兵士都退 很糟糕 大卫做一个很糟糕很糟糕 很 很 很 怎样讲 很卑鄙的手段 叫所有士兵退之后呢 让乌利亚独军 一个人在那边打战 被敌人打死 然后就把 八十八接进王宫 当抗女人 那 我要跟你讲什么 有时候我们不要以为 哎呀 我很软弱 我只是犯罪罢了 你有些东西 有些罪 你犯了之后 你要 bear the consequences 有些东西 那个后果和后遗症是 惨重 爽 逃舍 爽 爽 只是那几秒钟而已 可是换来 的结果 是 惨重 他要付出的代价 是 惨重 因为 这么一样 我简单来讲 大伟遇见了很多 很多的 问题 包括他的长子 亚沙龙子 要多他的王位 因为老 父亲都 上两不正下两不歪了 然后他的哥哥强奸 就是他大伟的 孩子里面有一个哥哥 强奸他自己的妹妹 没有 老 老父亲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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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孩子 看了 也跟着 乱七八糟 所以他遇到很大很大的惨重 故事讲到这里了 这个孩子是谁的孩子 就是讲 八十八跟大伟流浪之后生的孩子 上帝的审判来到 他在讲 因神的审判而敬拜 因神的审判而敬拜 他会 《大会》 谢谢观看